作词 李宗盛 陛下这是何意 自行了断吧 陛下 请恕臣妾不能从命 臣妾出身卑微 倘若陛下赐死 万不敢违抗 只不过臣妾一死 可能会置陛下 于危难之中 处死一个美人二义 如何威胁到朕的安危啊 尊太后手握兵权 掌握朝中大局 倘若陛下未泄愤 杀死尊太后所赐妃皮 想必会惹怒尊太后 引起朝堂动荡 对陛下而言 得不偿失 身为一个奴人 却能将朝局分析得 头头是道 面对赐死也镇定如常 你真的只是一个奴人 臣妾之所以如此笃定 只因为陛下 并非真的想要杀死臣妾 只不过是在试探罢了 母后 尊太后果然好眼力 为朕从女奴中挑选了如此角色 臣妾并非尊太后的人 是吗 若是陛下不信 臣妾自会向陛下证明 成为陛下的一把刀 想成为朕的刀 你配吗 陛下 来人 将灵美人送入廷寒宫 别人主子容生都跟着享福 我却被分配到这种鬼地方 现在该叫你灵美人了 是不是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韩美人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平静 你没有权力处置我 前几日我把你打得血肉模糊 为何你竟然毫发无伤 你肯定是那灵族的妖孽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在这宫中 灵族是大器 见者必杀 我可是尊太后的人 你竟然 暗美人就不怕得罪孙太后吗 你要是孙太后的人 还会被打发到这里来 暗美人 你在做啥 陛下 安美人 岂敢在后宫私自用心 陛下 臣妾指 再有下次 朕定会严惩于你 臣妾知错了 陛下恕罪 凌敏人可有受伤 臣妾无碍 谢陛下关系 别再跟着闹别扭了 可好 臣妾 遵旨 还不快管 谢陛下 为何陛下的态度 阴晴不定 陛下要除去灵魅人 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太后故意用低贱的女奴 来羞辱朕 若朕亲手将人除去 岂不给了她废除朕的把柄 那陛下为何对灵魅人 如此恩仇 在这个宫中最致命的毒药 便是朕的宠案 除去她 无需朕亲自动手 灵魅人还挺懂规矩的嘛 知道来给幻妃娘娘请安 是啊 我今天啊 给你准备了 一个小惊喜 幻妃娘娘到 幻妃娘娘万福 你就是被尊太后挑选的灵魅人 臣妾领旨参见幻妃娘娘 过来 她就是来自幻族和亲的幻妃 如今支掌后宫权利的女人 确实有几分姿色 确实有几分姿色 都入座吧 谢谢娘娘 幻妃娘娘 这是臣妾从宫外寻来的美酒 有助言之功效 特地献给娘娘 此酒乃是宫外之物 我们娘娘可不会冒险品鉴 安美人还是收回吧 娘娘娘若是不放心 可以见人嗜酒啊 凌美人出身贱奴 想必定有嗜酒的经验吧 请吧 凌美人 凌族人酒后会献出凌族真身 安美人可用此酒一世 娘娘 臣妾不胜酒力 难堪嗜酒重任 我看你是仗着陛下新宠 不屑给娘娘嗜酒吧 安美人 不也是仗着陛下的宠爱 敢在幻妃娘娘面前指手画脚 如此针对于我 难道 是害怕自己失宠吗 如此嚣张跋扈 你也太不把黄妃娘娘 放在眼里了 你这贱奴 我今天杀了你 放开你 好 来人 把安美人拖下去 施以百花征业之行 是 我被奶奶饶命 我被奶奶饶命 这些再也不敢了 这些再也不敢了 日后宫中若再有 恃宠而骄 慕无尊丧之人 这 便是下场 臣妾景孙万妃娘娘教会 来 灵媚人 这酒 本宫便赐给你了 你喝 还是不喝 已经压制不住真身了 糟了 灵族身份已淡爆了 恐怕难逃一死 你吃饭 你吃饭 你喝飞 你吃饭 这段尘延 还恨被打翻如图 莫问此去 依然是只心难无 思念是解 贼恋是绝 此生注定 尘封 若叹心中岁月之门 落宽是一句不朽 看一句终尾的回首 谁如梦与我同流 回忆不曾千秋 全风吹绿桃花依旧 等到云看一抹人和 天涯愿人如过 人月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